您好 这个就是白画绒 chaga 生产在这个画树上 birch tree 我刚刚呢已经处理了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是 扒在木头上面 所以只有少部分这个地方 你看到有木质 各位看到这里有木质的这个画 这个黑黑这个东西呢 我刚刚就好像呢 处理这个就如同 矿脉 矿里面有这个筋脉 你需要的这个可能银啊铜啊 同样的我刚刚把这个给挫下来 挫下来 就收集在这个板子上面 当然还有效成分是 从后面 到这个树心这个地方 所以呢可以慢慢用这种挫刀 这类的挫刀 这么挫 不小心灯关掉 挫挫挫 挫完了之后呢 把它收集起来 这个粉状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个粉状的 就把它放在这个小袋子里面 这是很珍贵的 这个其实呢 有些成分是溶于 废水 有些成分它是溶于这个 酒精里面 不管它是哪一类的成分 它还有很丰富的这个 Polysaccharide 叫做多铁 多铁类的 不是多糖体 多糖体 Polysaccharide 对身体的免疫系统 非常非常的好 我是建议呢 煮沸之后呢 再让它煮个 两个小时 你可以用中低火 煮沸之后呢 你可以持续让它至少滚个 中火滚个两个小时 其实呢在 西伯利亚那个村民呢 早期他们是用 一种烫火的这个炉子 煮上八个小时 这种有效成分才可以彻底溶出 当然我们在家里面自己搞 林子里面自己采的 也没有这个通过 深化科技的手段来萃取 所以呢我们就 放在这个小布包里面 收集到这个小布包里面之后呢 很容易 当然你也可以切块切块 掰开一块一块 放在锅子里面煮 我们就放就丢到这个 最好这个头 桃壶桃锅里面 可以先放九分水 九分满的水 因为要连续煮两个小时以上 它会蒸气会蒸发 因此九分满的水 用桃锅煮呢有一个好处是 当然你也可以用不锈钢锅来煮 不锈钢锅来煮也行 但是我建议用这个桃池这种 材料来煮的话 它可以释放一种远红外线 所以我们煮肉啊或煮什么 炖萝卜 早期都是用这种桃锅 桃罐来煮 它吃的肉质呢口感比较好 因为它释放远红外线 你不光煮药材 煮这种白化容 建议用这种传统的来煮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祝各位健康 谢谢 谢谢 evident 謝謝